說實話這盤確實是可以進行一個點的道了 藍貓在幹嘛 喂 這藍貓在搞什麼狗屎的東西 啊應該是要賣了這包應該要不打 都要沒了兄弟們 我操 這幹嘛 哈哈哈哈 他又一定要就這麼搞一下嗎 說實話感覺他不用那個就滾 怎麼滾機吧 拉住 狗毛滾不到 拉住 有機會 哦沒機會了兄弟們 哎好像有機會 殺掉 藍貓犯病了 哈哈 真的搞笑 說實話這藍貓是真的感覺就是有這種病友 你知道嗎 不知道他幹嘛 說實話還是有 感覺還是有兩成左右的機會的感覺 感覺說送完應該是巴爾開吧 感覺 藍貓犯病了嗎 直接出盤子 病了嗎 感覺已經有點神志不清了 對比想玩這種裝備他就要出盤子了嗎 已經 瘋了嗎 我操這藍貓 怎麼講的 玩的真的 看能難受啊 啊 啊 小娃 有點不冷靜啊 這麼怕嗎 為什麼這個耳背的 呃 真的玩 感覺玩得像狗屎一樣的 真的 哦 感覺還死了 說真的這藍貓玩得真的有點狗屎 這只有一個 怎麼說呢 感覺只有一個 兩成左右的機會吧 如果您頂住一波團 或者說再拖個十分鐘吧 就機會會大一點 對 主要我是感覺藍貓真的發瘋了 對 打這種局他不出 就他不出BGB我是看不懂 就首先第一個對面小Y 就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出來BAB的 小Y沒BAB他也不用出 就是不用出盤子 嗯 發病了 藍貓真的發病了 真的出來出盤子 病了病 這是什麼意思啊 是什麼新玩法嗎 無解肥的先知再出盤子 我操 現在這個遊戲是這麼玩的嗎 真的假的 不然他先知無解肥的呀 三分鐘 三分鐘兩萬兩千進氣的先知啊 出盤子了嗎 我操 我操 氣死了 藍貓 我操 但是先生好猛 現在我先生沒殺蛋啊 真的 我希望他出這個盤子啊 他媽 這輸出有點太猛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不然 看來這盤子 不知道幹嘛來的 看不懂 真的 我真的看不懂他出盤子幹嘛 懂得也可以說一下 我本來是真的看不懂 這一個無解肥的大哥 三十分鐘出個盤子 還是這種大悠 說實話 他先知這盤剛剛是正面 隨便打對面 我說真的 這東西不知道幹嘛的 真的 說真的我完全看不懂 這個盤子出來是幹嘛的 這種無解肥出個盤子 然後這個藍貓也是 這個藍貓剛剛有個BAB 這包BAB滾進來 就是老幹爹直接爆炸了 這藍貓還能被打死 我說實話 看不懂 這包突然藍貓能被打死 我就真的看不懂 藍貓盤子出來再補個BAB 看 藍貓盤子出來再補個BAB 那這盤子出來是幹嘛的呢 就是下一波再輸 基本上就沒了 就是下一波再輸 而且是看 就是如果說LGD要贏 就是1G比如說 有沒有可能犯失誤啊 是吧 比如說藍貓很激進啊 飛進來先被羊了 然後這個變身把他打死了 對吧 起來又給了一個沈默 又把他打死了 對 藍貓滾啦 沒有冰魂大 沒有冰魂大 速度不太夠 開大又沈默 不出PGP是吧 不出PGP 不出PGP 這就是我說的畫面 但是出大堆堆就有一點 其實變T 輸出環境會變化 有這個魔龍槍 1G的先知看一下 這把是不是要出撒蛋呀 為什麼他 老愛出這個盤子 起來的話有盤子 這波的話TP有點強啊 起來變連出他只能TP啊 硬剛啊 硬剛盤子出發 繼續鋼唄 那是鋼唄啊 人在防禦 這個先知啊 這把這種局出盤子 那這把就是他的輸出任務是比較重的 因為三會毒龍是比較的 打到這個時候啊 有點沒什麼輸出的 這把對面又是TP 你出個盤子 太防禦自己不能死 但你也打不死 那你現在就過來 是 谢谢大家